大家好,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几个字典 我们都知道,诈骗犯罪大多数要用到两单卡 电话卡,银行卡 在高压的打击之下,翻率是下降了 那些普法分子想通过非法渠道来购买个人的这种信息 包括其他人办的银行卡,电话卡,没有那么容易 那怎么办呢?开始要坑朋友了 前期的普法视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不要随意去贩卖 甚至是你免费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 都有违法犯罪的风险 那么是不是个人提供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给别人了 就不抓了 抓 那里有点像叔叔屋 没有看到本人了 没有,在楼上 不急不急不急 水的电表在动又有人住 关机了,叫我名字啊 啊,对了,是了 啊,你还要跑出来了 我就长话短说吧 你知道我来是干嘛的哈 你也知道了,我们长话短说了 男朋友去哪了 打电话给他 给你机会啦 喜欢 打电话 来,打电话 三点六 我在这里开个门 别动 别动 翻局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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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坐好 双手抱头 双手抱头 滚下滚下滚下 认识我 完了 你要把大的 大的又发不掉了 发不掉了 那你又回去好好老老实实说 这里这个场合不说 回去审庆史说 在真实的案例中 犯罪嫌疑人 包括咱们屏幕前面的很多小伙伴 我觉得咱们很多人都是小白 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些法律的小常识 早在2019年 两高就已经做出解释了 就是关于出售和办卖个人信息 包括无偿提供给别人 实施诈骗的都不行 办了多少张手机卡 我就卡了两张移动 一张灵通 一张电信 还有我现在用的一张的电信 你安卡是你亲自到银行办的是吧 对 办了多少张 一张工商 一张农业 还有一张中国 还有一张有证 嗯 只是他说他答应过我说 不会拿来犯罪的 然后就是说 还发誓呢 还有发誓的呢 可是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拿来犯罪我被抓 我也会把你供出来的 你供他出来了 我跟他说啦 卖那些东西的话怎么收费 一千 一千 一千啊 你之前你不是 有没有看过 我说这个卖卡是违法的 这作品 之前有说过 刷到过啊 刷到过你还搞啊 还关注了 你还关注了啊 那你刷过了 你为什么还搞呢 那时候 我以前刷到了才知道 才知道 有没有想到 这回到你了 上电视的呢 想到了 就是说他们那个有公司 那种正当公司咯 他说 你把这三张卡借过来 借租给他 一个一张 一千块钱这样 你那时候卖卡卖多久了 对啊 我就 就刚刚啊 再上个月啊 上个月卖 这个月就好了 对啊 下个月就坐牢了 担务上班吗 不担务 好吧 视频看完了 最后再给大家啰嗦一下 保护好个人的信息 再好的朋友 也不要随意去给别人使用 不管你是免费的 还是无偿给别人提供帮助的 都有违法犯罪的风险 好吧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在里面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